常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外部的资料 它给你一个档案 比如人家给你的 大部分都不是给你资料库 而是可能从任何系统里面 像ERP 或者网络 或者是什么系统 丢出来输出给你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 将来你要处理的话 大部分还是选择把它丢到资料库 做后续处理会比较简单 因为你将来资料的话 它是会有结构性的 OK 那就相对的比较好处理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上次练习 member.txt这个档 OK 我刚刚把它重新下载 因为这一台 把它打开来 我是放在云端白板的下方 05 刚刚05 在这边 下方有个member 或者你可以从云端 复制贴过来 可以 然后直接把它打开 档案把它做下载 下载成 txt OK 所以 假设把我们接下载 因为它是从Google下载的 所以它的编码应该是utl8 OK 不会是 cp950 所以特别重要 编码方式一定要加一个encoding 等于utl8 否则的话 它无法开启 要不然就开启会是乱码 然后第一步 我把它先下载了 所以在我的下载区里面 会有个member.txt 它打开来 我前面也讲过 你可以另存一下 它这个一定是什么 它编码方式的话 它会是utl8 而且它什么 去有bomb的一个 它还有 前面还隐藏一个 这个开头 有一些资料 开头的资料 就有一个bomb 这个也是utl8格式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档案先做读取 其实因为前面有做过练习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建一个新的module 也许叫什么 SQLite底线member好了 那我们在写入资料库之前 其实资料库 这刚刚的资料 我把它先注解掉 我先做什么呢 我先把那个档案开启 那开启的方法 前面只要f等于open 那因为我的档案是在下载里面 所以我就是下载里面有个member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点上面一下 复制一下 把这个路径复制贴到member前面 在这个资料夹的下面有个member 那前面记得加个小R 如果你不加小R 那你反斜线全部都要 再加一个反斜线 便拖一字元 加小R就不需要 然后呢 读取 encoding特别注意 等于youtube 把这个一定要加 因为没有加的话 读取会失败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把它read 要不就是什么 用read 要不就用realize 用read 可是问题 如果你今天用read的话 那你变成说读进来就文字 那文字的话呢 你就因为我们现在是需要的嘛 希望可以把它读进来的时候 最好是读到串列 因为串列的话 好处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读 一个一个再做处理 做什么处理 切割嘛 splitter 因为它这个资料 中间都会有所谓的逗点 所以逗点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用splitter 把它做切割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要realize 那这个好像还是有同学搞不太清楚 如果还是要多多练习 那如果你还是不太清楚 建议什么 你可以先print 因为print先看一下 这个readline跟realize 这个read跟realize有什么差别 你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然后把它print一下 你会发现它得到的结果 OK 底下 有没有 它这边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前面有没有 多了这个东西 有没有 刚刚不是有具有 什么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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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多这个东西叙述 OK 不过我们暂时不用管它 因为将来我们用回圈读取的时候 不会读到这个东西 所以暂时不用管 只是说后面会多一个换行 一定要把它去掉 另外的话 我们将来的资料 第一个一定是不要 所以读的话 这个要比开 因为你如果放资料库 这个不用放进去 要放的话 应该是从什么 从这个开始 所以它编号1 刚好就是它的1 这个是2 刚好编号也是2 刚好50 所以1到50 所以我们第一个知道说 读进来用realize 最简单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分别把这个 这个资料跑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 那我们for i 好了 enrange 从1到总长度 总长度的话 总长度的话 总共应该51 那刚好51 的话刚好跑到50 刚好就1到50 个会员 那做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现在一个读的话 那它读进来的话 会是长这样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 它等于虽然有5个资料 但是全部串在一起 那我需要什么 把它分开来 有没有 分开来有点像 Essal里面的资料 剖析 那剖析的话 所以我需要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把它切开来 这个动作 那切的话 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Splitter 后面加豆点 有没有 那Splitter完之后的话 因为里面 会有5个东西 切开 12345 编号是0开始 01234 有没有 那第四个呢 会多一个 换行的符号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什么 丢到一个串列里面 叫List2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 它们分别分开来 那分开来的规则呢 就是中间加豆点 所以我用Format 来做分割 会比较简单 那怎么分割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里面 总共会有5个资料 所以用Format的话 应该还有印象 前面的话用大瓜糊 分别放5个资料 那里面我就不给格式了 反正又是5个资料 中间加豆点 然后点Format之后的话呢 分别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是第一个 就是0开始 有没有 这个就List 0那就抓到1 帮我把1放到这里来 帮我把这个第二个放到这里 一之类推 有没有 一个一个的话 把资料 分别丢到那个大瓜糊里面去 但是呢最后这个大瓜糊会多一个什么 换行 所以怎么办呢 把最后一个strip掉 所以后面会多一个strip 有没有 把那个换行拿掉 因为如果没有拿掉的话 变成最后那个资料会多一个换行 那你一输出 请问怎么多一个换行 那势必这个要把它拿掉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切开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这样的话 有没有 1到50号的资料呢 就通通都 读进来了 而且做切割了 但是 就下一步 这个是读胆 这个是上礼拜讲的 如果你对这不太熟悉 请务必回去把它多多练习一下 这个读胆很重要 好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要思考 把这一段 跟刚刚insert into的那一段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你这50个资料呢 就通通放进去了 那哪边要改 应该这个 这个地方 底下的话 我就再把它结合 可是结合你要考虑到一点 这一段 有没有 就刚刚写的 应该放哪里比较OK 这一段 那你会发现 其实建议是怎么样 把上面这些东西 有没有 把它先剪下来 放在哪里比较OK呢 其实应该放在 当他已经建了资料库的下 下面这里 有没有 就是上面是什么 我先建一个资料库 那资料库当然呢 如果你不想改 你可以跟刚刚的放一起 没关系 刚刚只有一个table01 那我们就不能再取table01 所以这边我们叫什么 叫刚才换个名称 叫member01 好了 member01 对 那我们有五个栏位 所以 底下的话呢 我们分别什么 放五个栏位 名称的话 就有一堆名称 一般习惯是用英文名称 你不要用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好像会出错 那可是有时候 像常常在想说 到底那个名称 要怎么把它翻成英文 对不对 然后英文名称又很长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很懒的招 就是只要栏个名称 我就模仿了Excel Excel第一栏叫什么 叫A栏 对不对 然后第二栏叫什么 叫B栏 所以以后的话 我就不重新取名称了 五个栏位叫ABCD好了 ABCDE就好了 有没有 这样子也还蛮好记的 而且又简单 不用伤脑筋 那栏位的形态 如果你不想要伤脑筋的话 你就怎么样 你就把它分别 一样 全部就用test就好了 假设你不想动脑筋 到底要放哪一种形态好呢 那你刚才就是ABCDE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见了五个栏位了 有没有 感觉 其实这个灵感是来自Excel 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使用Excel 因为Excel实在是太 太懶人的 什么都不用管 东西丢进去就好了 资料库不一样 资料库要先想好 那 但也不用一定要想吧 所以我也是参考Excel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建立一个Member 五个栏位 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就是什么 把档案读进来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Insert into 到里面去呢 其实特别注意哦 关键地方来了 主要是这两行 Insert into 有没有 跟这一行 把它做衔接就可以了 诶 这个地方怎么衔接呢 我们这边是print 对不对 那这边是Insert into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回圈里面哦 所以第一步 请你把这两行 按个TAB键 连这数捷吧 一起哦 按TAB键 为什么要按TAB键呢 因为呢 它一定要在这个回圈里面 做Insert into 它才会跑总共50个会员 要跑50次哦 如果你在外面的话呢 它只会跑一次 在这个回圈里面呢 会跑50次 好 第一步了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 把这个叙述 跟这个叙述 两个结合在一起 Excue 就OK 哎呀怎么Excue呢 所以关键来了 这其实也是最难的 我们其实可以参考上面的 Insert into的话 因为呢 我们后面哦 Insert into 当然我们就不能放在那个 Table01嘛 而是应该放在什么 放在Member01里面 所以哦 一样 Insert into Member01 Value啊 关键地方来了 这边 delete掉好了 其实哦 这个地方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的东西 那把它放进来 其实理论上应该就成功了 只是说呢 这边可能有一些细节 还要再考虑一下 OK 就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读档部分 先OK 然后思考一下 如何把它放在刚刚Insert into里面 让它可以帮我把50笔资料 全部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好了 方便先还给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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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